原本文字幕 李宗盛 1167 1167 請和長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一一六七,倒数第六行,无称行 我们前面讲过的师信,师住,师行 那么师行就是师波罗密 那么师辉相呢,有行就加上愿 愿,所以师辉相它就是一种愿 无称行,无称行就是忍辱的意思 自觉其他得无畏惧,免无称恨行 这个畏惧呢,就是抗拒啊 简单讲,称恨来了,他也不会去抗拒他 简单讲,就是能忍的意思 这个忍辱啊,对一个修行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呀,可以试试看 把你的那个年,年历历啊拿出来 要是你那一天啊,起称恨心 那么就把它画一个叉 那么365天,看看你画多少个叉 你就知道,你今年,从元月一号到十二月三十一号 生气过多少次,话差的越多,越不及格 不够资格当修行人 所以啊,可以自己啊,检视一下自己的个性啊,脾气啊 此而忍度,正麦云,华言守标,此菩萨常修法人 彼名无为逆行,就是无为惧也 凡是有入来,惧惧也不受 就是不接受了 也就是不忍,即是不忍 那么今无惧惧呢,就是忍 那么华言经说,无量的辱骂,骂入呢,打入呢 皆能欢喜的忍辱 今年自觉皆他,得无惟惧者 也是华言经这麽说 菩萨思维呢,自身苦乐皆无所有 就自觉又隐,我当了解,广为人说,就是解他 自觉解他,他无惟惧 称恨,这无从而生 这个称后面啊,为什么会加一个恨呢? 这个称啊,还小事,那个恨是最麻烦的 恨就是凝的心来 好像冷冻冰冻,那个称恨心冷冻起来 在内心里面,那就是恨 那就是恨 那么称是表面的,比较粗糙 那个恨啊,就是内心的,畏惧的 恨一个人啊 那这辈子你要跟他讲话都很难 所以我们一个修行人啊,不能有任何的称恨性 观一切法都是缘起的 啊,我们称恨心,伤了我们八四田中的清净的种子 这个到最后还是伤害到自己 啊,所以称恨的无从而生 自无惟惧啊,甘缩外入 我向人向众生向啊,受子向四向全空 也不生称恨,是指无称恨险,方为真整路 啊,在座诸位,有的人啊 所以啊,学佛的人应当看看一些啊 啊,修养的书 在座诸位,你看看这个 第三行的菩萨就完全没有称恨了 这种修养啊,这其实是世间的一般有办法的 一六八,种类出生,穷未来际 三四平等,十方通达,明无尽形 无尽形就是精进的意思 这个种类呢,就是十二类生 若卵生,胎生,化生 有色无色,若有色,若无色,等等 这十二种类啊,然后呢,出生 就是啊,处处啊,然后视线,化线 就是他有这个能力了 十二种类啊,他可以啊,菩萨可以啊,化线来度他 啊,穷未来际啊,三四度平等 因为正路道,平等的心性都是第一心 十方通达,明无尽形 持精进度 种类出生,为十二种类 为谁类化身,处处出生,广行教化 菩萨恨厌了,精进无尽了 所以穷未来际 既然能够穷未来际呢 这三四平等普入 在这之后啊,还要提出一个重要的 我们受五戒的时候,都是念进行受 我,弟子,某某,幽婆舍,或者是幽婆语 这个念五戒的时候是这样念 可是,念菩萨戒就不是这样念了 我,弟子某某,要念进未来际 菩萨戒没有舍戒的 舍戒也没有,舍戒亦不成舍 所以你要念受菩萨戒,它是穷未来际的 不是进行,不是念进行受的 因此啊,菩萨是不容易当的 不容易当的啊 所以穷未来际,这三四平等普入 普入就是平等心的入 既能种类的出生 那么这十方信念世界能够通达 四则,数穷横片啊 数穷三七啊,横片十方 夫种类出生,即第一心啊 近未来际就是长心啊 三四平等就是不颠倒心啊 十方通达就是广大心啊 四种皆是无尽啊 第一心无尽,长心无尽 不颠倒心无尽,广大心无尽 世界无尽 故劫明无尽行 所以你就知道要当个菩萨 哪那么简单说受一个菩萨戒 就说我是菩萨 那个好像就是一个向上结个圆 那要真正的证悟到菩萨位 这个可不是一般人 所能容易做得到的 直五叫做砸,离乱行 离乱行就是禅定咯 一切合同,种种法门 得物差物明,离义吃乱行 那么一切就是一切法门啊 合同,合同就同一个体性了 一切法门,这句的意思就是 一切法门其实是同一个体性了 就是真如的体性了 那么每一个人的真如体性啊 都是相同的 一切法门啊 都是真如体性所幻化出来的 简单讲 一切像明文字 都是自心所幻化出来的影子观念 那么众生啊 因为不了解佛教的究竟意 所以就找这个 断见啊 或者是常见啊 有见啊 无见啊 菩萨就不会这样子 菩萨了解一切法门 都是同一个真如体 啊 种种法门得物差物明,离义吃乱行 为什么种种法门得物差物呢? 因为种种法门都会归到一个体性 持长度 一切合同,种种法门者 是以菩萨心无散乱兼固不动 就是以一念定心持种种法门 能知种种法门 细节会合同为一体 都差物者 所以能够随类于说法 对机受益啊 千难交功 千种问难啊 就是千种问难 来找你捣蛋的 来找你啊 反驳你的 来找你种种的 疑难杂症的 交功 就是交相公级啊 其字不分 这千难交功啊 你也可以这论难 那么千种的 问题的难题啊 交相的公级 其字不分啊 其字不分 万疾病妇 其心不饶 故得物差错 物妙 不能持足法门 是为吃定 未免 差物 是为乱心 今一念定心呢 急而长照 故名离 吃乱弦 第六 叫做善献弦 这一同中 显现秦义 以异象各个见同 明善献弦 那么这个就讲理事啊 理根事 这一同中 在一个真如体当中啊 那同一个体性当中显现的 秦义 义就是事相了 事就是多了 无量无边了 叫做 事了 事相了 秦义就是众多的意思了 那么整集的意思是说 在同一个理里面 空理 理就是人空 法空啊 空空啊 在同一个理当中啊 显现了 众多的事相 那么一一不同的事相 都体会到了解当体即空 所以各个见同 各个见同都见到了究竟之处 那么诸法就是毕竟空 法法如是 法界如是 法耳如是 所以各个见同 因此看不同的 是见到了相 而见到相同了 就是见到了性 所以开悟是有如此的重要 开悟有如此的重要 因为 所有的相 都是你的心 你记着这句话 所以对相不满 其实就是对你的心性不满意 因此 讲来讲去 其实都是伤害到自己 聪明的人 一定会跟心境妥协 心境妥协 一意 等同 把真如 那么就不会有闹 闹事 斗争对立啊 此晦度 下四度 从此开出 合成十度 此一多无碍 同意 俱成 一就是理 多就是事 同就是理 一就是事 以理能显示啊 诸位 理外无事 事外无理啊 这一理当中显现一切事相 这一能众多 这个一就是毕竟空 就是体性的意思 这个一也是 也可以讲是空无自性 众多的相是空无自性 心性也是空无自性 所以啊 所以啊 你找到一个像是不可能的 因此就会归到心性的真如 理不碍于事 以事能显理 这一切事相 各见前理 各见前理 皆多能显意 事不碍于理 明善现行者 明此菩萨于一一行 皆能真属互容 真就是空 俗就是有 佛法就是不可思议 说 说有不对 说空还是不对 空就是有 有就是空 两边不着啊 未知中道 当然这还是方便说 皆能真属互容 事理无碍 皆舍是无早醒 如是乃至 十方虚空满足微臣 一臣中献十方戒 献臣献戒 不相留爱 明无着形 如是乃至 十方虚空就是大 满足微臣就是小 那么这华阳经 我们呢 也讲过了 也讲过了 实行门里面 有一个叫做 广辖无碍至在门 广辖无碍至在门 十方虚空就是大 大中献小 满足微臣就是小 十方虚空 大中 满足微臣就是献小 那么一微臣就是小中 献十方戒就是献大 所以这两句 前面一句是大中献小 那么底下这句是小中献大 那么 献臣献戒 献一一微臣 里面一一微臣里面 献十方戒 不相留爱 明无着形 此方度 方度就是方便 也是大方便利 之所运用 所以要行这个方便 不是什么都随便 行方便 要有波勒智慧做垫底的 没有波勒智慧做垫底的 就是随便 如是指善献 里是无碍 故如是指明是是无碍 就十贤门当中的广辖 无碍自在门 十方虚空满足微臣 大中献小 一微臣献十方 十方戒小中献大 献臣献戒 南献所献二句不坏其相 而不坏其相 为 怎么样 一一七零 臣中献戒 而戒不小 戒中献臣 而臣不大 同时俱献不坏之相 互不留爱 正麦云 戒入臣 就是十方戒 入一个微臣 而十方戒不小 是小不留爱一大 臣微臣 含十方戒 而臣也不变大 是大不留爱一小 戒名无着行 亦有执着 而能小大 并能如此 三祖淫 极大同小 勇无边表 极小同大 王决境界 那么师父建议啊 师父讲过的三祖 深参大师 那个信心名啊 好好地看个三遍 做一个笔记 就能有所收获 很多人来看这个光盘 都只有看一遍 也不做笔记 然后就一直问说 师父还有什么新的品种啊 师父还有 还有什么新的品种啊 就一直问 一直问 一直问 希望有更多的 这个不受用的 你看一遍的人 浏览一遍的人 跟看一遍做笔记的人 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 除非你的协力很差 或者是你的经教很通达 你在讲经收获里面 不做笔记 这个是很大的损失的 很大的损失 好 当我讲完的时候 下来 你一个字都没有做笔记 好 那么 等到你一年 不要一年半年后 再拿出来看 你看不啊 你看不懂 真的 程度没那么好啊 是不是 所有 每次大陆来参访的人 我都跟他们讲 不要一直要求说 学生要讲华言经啊 法华经啊 或者什么经典 我们这里讲的 你只要好好的听 看个三遍 尤其是禅宗的心法 做笔记 这个人啊 一辈子啊 那么都不会被二字箭邪箭 所错 错到 不会的 所以 很多人一直要求师傅 要讲什么很多经典啊 其实已经过多了 只有上海有一个居室 写信来说 警惠的法师傅 不要再讲了 真的看不完了 拜托他 停了 说这个信道 这样 不敢听过 三祖云 极大同小 极大 为什么极大同小 大的那个空性 跟小的的空性 一定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 永无边表 永远 没有一定的边表 就是范畴啊 因为啊 用这个正量的智慧 智觉圣智的正量智慧 来看大 大不可得 看小 小也是不可得 对不对 大是缘起 小当然也是缘起 大是绝对空 小还是绝对空嘛 尤其我们的心性啊 更不能用点线面来表达 极小 再怎么小 你会小到比你的心 波勒智慧更小嘛 所以极小同大 极小同大 王杰 境界 王杰就是 也是不早咯 永无跟王杰 也就是不早 底下是尊重贤 种种现前呢 贤是第一 波罗蜜多 明尊重贤 种种现前 都是第一 第一就是最上了 波罗蜜多 就是究竟到彼岸呢 明尊重行 种种现前 就是种种事项 随即一行 弦就是最上究竟 就是尊重心里面 任何一行 对他来讲 通通是 最上究竟之行 这个是愿度 华严经这么说 去菩萨一大圣愿啊 不退转故 种种现前 捏上不为理事啊 以事是万 而菩萨妙行 无不具足 系的现前 弦是第一 波罗蜜多则 随其一行 弦见到最上究竟之处 言第一者即最上意 波罗蜜者 就是究竟意 由波罗蜜多此云到彼岸 为离生死此岸度烦恼中流到涅槃彼岸 所以这个是方便说 如果这悟到至极甚至究竟的第一地大空 没有所谓的生死 也没有所谓的涅槃 所以生死空无自信 涅槃也是空无自信 在佛的究竟角度里面 生死是个名相 涅槃仍然是个名相 在烦恼的时候我们讲生死 可是还是存在那个不生不灭的心性 到涅槃的时候 也是存在一个不生不灭 并没有什么真跟简 所以生死涅槃等同空话 这个究竟意 大家还是要了解一下 生死他空无自信 涅槃也是空无自信 所以这个能学经里面讲 吾有佛涅槃亦吾有涅槃佛 就是这个意思 如《华言经》这么说 菩萨祝此行的时候 不是菩萨大愿 不祝生死此岸 不祝涅槃彼岸 不祝烦恼中流 而能因此岸众生至彼岸 吾有烦恼处 而菩萨往返 吾有修习 今经称第一者 及此一言 说到这个吾有修习 我也很惭愧了 实在是没有办法像菩萨 像昨天水南机场的摘身大会 一个老菩萨跟他的女儿 来请师父去水南机场 去摘身大会去演讲 那已经答应了这个 这个彰化了 已经答应彰化了 那就变成两边了 我觉得还是蛮辛苦的 所以这个啊 今年呢 没什么阴言呢 明年看看 现在好像 这个师父隐藏起来讲 嫩年金啊 能切金 那一代邀请的时候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所以这个广化 我遵循广化 历史的话 他说这一棵树啊 如果有根打得很紧的时候 深的时候 往下扎根啊 往上不怕 没有结果 我一直记得老法师的话 他跟我讲说 有道不怕没有粮 就怕你没有道 没有道就叫做道粮 拖到人家的粮食啊 所以呢 有道不怕没有粮啊 慧莉啊 你一定要听师父的话 你一定要从真的有能力 有实力 不必跟人家计较什么 要退出 所有的荣耀 回归到佛陀 所有的荣耀 都是大和尚的 我们退去到第二 你就记得这一句话 要充实你的能力 跟实力 随时随地 将来开出来的话 它就会很香 因为你是真的有能力 跟实力的人 好 我们就继续老法师的话 所以我们退到 老二哲学这边来啊 所以 门关一开 自己充实 自己充实 所以这些长老 都看认为师父是一块料子 所以就叫我 不要太早出名 要偷光 要隐晦 一定要有能力跟实力 今天果然这名老法师是 是真的讲对了 还好我们呢 碰到一个大善之士来指导我们 底下说 结明尊重行者 以行至于此 成为可尊可重也 华元军这么说 难得行 如世间尊重之物 甚为难得也 以下是善法行 如是元农能成十方 诸佛鬼子 明善法行 那么这个是建立了利他的教法 如是的元农 如是元农能够成就十方 诸佛的鬼子 鬼子是什么 就是你在讲话众生的时候 你讲的法要正 你的一言 你的一行 都可以作为众生的表率 还有准则跟规念 这个叫诸佛鬼子 就是你说的法 如法如利如佛所说 你的行员 行为 即使一言一行 都符合佛陀的规则 也可以作为众生的榜样 简单讲就是模范生 模范生 所以诸位法师 你要记住 身属应当有别 今天在家居士尊重你 推崇你 或者是恭敬你 供养你 是因为你披上佛陀的袈裟 还有你的一言一行 要自我检讨冷静 才不会被人家看清 底下就吃力度 为吃菩萨善能身体力行 身体力行就是要去做了 佛菩萨不是在讲一讲而已 真的要去做了 如是指千变的种种法门 贤是第一波罗蜜多 于一行中 记住无边妙行圆隆无碍 能称释放诸佛鬼子 何者去明去建立立他之教法 习佛不能知识 所以在座诸位都有 都有这个阴言来推广正法 洪传正法 所以我们重复地讲 半步论语至天下 半步论言就正法 所以我们今天大力要推广 这个论言经 论言大法 可以在这个末法时期 成为一个众生的规念 一个趋向 一个引导 令无量无边的众生 不会在修行这个时代 末法时代修行走错路 所以诸位有钱的出钱 有力的出力 有空间的出空间 有时间的要出时间 第一下是骗力十方 祝佛转轮教化众生 一言一行可谓鬼策 可谓法则 顾名善法行 第一下是真实行 这个就是智了 前面善法行就是利 利波罗蜜 那么最后一个真实行就是智 一一皆是清净无漏 一真无为 性本然故 明真实行 那么前面是波罗蜜 开出来最后一个叫做智 波罗蜜 一一皆是清净无漏 没有一法 不是 不是无漏法 一真无为 因为真无道一真 一真就是一个真如 唯一真如 然后无为法 那是一真真如 无为法 性本然故其性 本然就是本来就是如此 就是恢复本来的面目 明真实行 此制度 一明不为实相智 不为实相智 一一皆是捏钱酒行 依照前面的酒行 一一自利利他 诸行究竟皆是一真实相 清净无漏者 为非贪然义凡外 欲有无名 诸有漏法 也不是说 贪然义凡夫啊 还有外道 凡外就是凡夫啊 或者是外道啊 那么 欲有之无名 诸有漏法 那么欲就是啊 这个欲望 或者是欲界啊 有就是三有啊 简单讲就是欲有无名 就是三界的无名啊 诸有漏法 一真无为者 为非取劳 啊 取劳不像啊 取劳就是啊 小圣的啊 全圣的啊 很辛苦的在在拼命的在修行 啊 非取劳不是像啊 小圣人啊 全教菩萨啊 把把身心的搞得很辛苦啊 很轻修正 努力的在修正 他以为有一种东西叫做修正啊 再怎么修 用世心来修 就是有为的生命世心 功用啊 不是用大圣 究竟一个真如 所以啊 小圣呢 讲观照 大圣讲悟 讲悟啊 证悟啊 讲观照 那么观照你是用什么心来观照 如果下手处是生命一世心 那么就是强迫念头不要起来 这个就是服务六世心啊 那么如果是用 下手处是不生不灭的清净本性 那么因地是真果地 当然也就是佛陀的果了 所以这个下手处是不一样的 性本难过做两句之有 意味从性起修 不妨前修即性啊 我们从本性来这个修行 所以有的人啊 他就说 我师父我要从哪里下手 我跟他讲啊 要多看光盘 多了解本性的一如 如果你明心见性呢 那么来修 不管是有什么法都会归到真如 你的烦恼就会少 也会无真 如果你不是从本性下手 就一边修行 一边跟人家争吵 落入之间观念里面 看起来你好像在拼命地念佛拜佛 可是你那个个性烦恼来就是服不了 因为不是从本性下手来修行 他就认为立一个之间 我这样叫做修行 别人那样通通不叫做修行 这个就不了解释法平等无有高下的心性了 所以从本性修行有什么好处呢 就体会到释法平等无有高下 那么这辈子就看什么都会顺 因为他进入了平等心 进入了无相 进入了无真 他不会看不起别人 也不会跟别人争一较长短 用这个心来修行 那么二六十中都是用清凉心 解脱的心 剥热的心在修行 叫做从性其修 若不是 那么就是用斗争心 比较心 事法不平等 有其高下的心在修行 这个就不是从本性下手在修行了 底下说 那么从性其修 不妨前修即性 所有的修行都同当 正如本性 底下说 其性由来清净 不待完则死净 完就是喜敌了 原本一真 非待修 后而死真 所以性本难过 免真实行 所以禅中 一物 基督如来地 七点就是终点 没有任何的结位的 底下是回向十位 翻过来 回向十位 就是离向回向 不患回向 等佛回向 自处回向 无尽回向 平等回向 等观回向 真如回向 解脱回向 无量回向 172 阿难十三男子满足神通 成佛是以纯洁精真 眼中的患 当度众生 灭出度向 回无尽心 向涅槃路 明救一切众生 离众生向回向 这一段是讲 悲啊 不爱自 大悲心啊 不妨害智慧 是阿难十三男子满足神通 满足神通就是有那个能耐 有那个能力的 啊 叫做满足神通 成佛是以 啊 那么纯洁精真 对吧 悟道了 啊 所有的这些 三叶 都是一真乳 都是清净的 纯洁精真 远足流患 啊 远足流患 就是啊 不会 至空 或者是 至有 远足流患 就是着空跟着有 叫做流患啊 就这么简单的意思 远离 空有 简单讲就是不至空有了 至就是三点水在一个带 啊 就是不至空有了 啊 不会停顿在空 啊 跟有 也不招一个空跟有了 啊 当度众生 灭除度相 啊 要度众生还要灭除度相 就是灭除度 就是度众生之相 啊 就是啊 啊 虽度无量无边众生 时无众生可度 就是 因无所住而生其限 就是 这一句的意思 灭除度相 所以我在度众生 那么这个还不是菩萨 这是凡夫的 语言跟举动 啊 虽度无量无边众生 啊 众生本空 所以时无众生可度 所以当度众生 灭除度众生之相 回无为心向涅槃路 啊 无为心呢 啊 就是本然 啊 妙性本然 的无为 那么 向涅槃路 其实啊 讲无为跟讲涅槃啊 其实是同一个 啊 为了让众生了解 涅槃是最终之 是 果 所以 讲回无为心向涅槃果 那么从这个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就是啊 那么时回向还没有到果地结 所以只有假说 哦 回无为心向涅槃路 明救一切众生 离众生向回向 救度一切众生 还必须离众生向回向 此回向十位 回佛事而向佛心 啊 佛事就是度众生的事 佛心就是无所住的真心 那么 心佛众生生如差别 佛心就是真如咯 记住佛道众生 那么 准华言回向 就是一华言的回向 就是发言呢 慧风大师这么说 回向不出三处 一 回向真如 二 回向佛道 三 回向众生 简经文啊 卷列 各有隐 隐显 如众生类 予以二则显 讲到众生显 啊 那么其他的就也 佛道真如 啊 那么隐显也是这样子 贤则是正当发挥 隐则意义意寒 非全武 所以此今更华言 啊 文虽不类 不相同 但是他的宗旨 没有不合的 是为菩萨 以前面的实行 所以啊 这个十回向的 初回向 为啊 是跟前面的实行 摄俗行动 各位 为什么要摄俗 摄就是摄入 俗就是众成啊 摄入啊 种种的众生啊 群里面啊 四十五心多 发了很多的心 今以怨激行 所以十回向 可以说是一种 十种怨啊 以怨激行 为什么怨激行 这个发怨是很重要的 所以很多人啊 在师父面前说 我要发怨了 要出家 或者我要发怨了 要推广政法 我都告诉他说 做不到 千万不要乱讲 你今天啊 在佛前发怨呢 佛啊 通通很清楚的 你做不到的时候啊 就违背你的誓源 那这样不好 你有能力 发怨就要去做 不能随随便便发怨呢 是不是 像唱歌一样 唱完了就没事了 这个发怨呢 可不是闹着玩的 是真枪实弹的东西 发了怨就要去做 啊 若有行无厌行不究竟啊 啊 是以修实行之善男子 之初行之八行 显通显义 现戒现成了这其神通 以满足以 啊 那么八行就是第八行 前面的第八行种种究竟 前面的第九行 成佛的鬼则 以成佛事宜 前面的啊 啊 实行里面的第十行 清净无漏 则藏心之体 以纯结义 一真无为 则藏心之用 以精真义 援助流患 是总是实行 以实行 前面实行通通计备了 圆称双敲空有之行 界内就是三界内 不为早有流患 三界外 不为智空流患 也就是双超是 出世间以上 皆属于前文 此下呢 方程本位 当度众生 灭除度相者 所以前面讲的啊 都是实行 啊 再重复表达一遍 现在讲的呢 就是啊 出回相位 所以当度众生 灭除度相 以其正当度众生 的时候 就灭除度众生之相 这个就是双超空有之中道 正当度生的时候 此不若于空 灭除度相 此不早已有 正通金刚经里面说的 因无所住 而生其心之意 因无所住 就是不住一切相 啊 此灭除度相 此为无所住 而建立一切世界 而建立一切真如 而建立一切正法 所有的正法都建立在 无所住 所有的正法 通通建立在这三个字 啊 无所住 就是不住一切相呢 啊 此灭除度相 而生修行 度生之心 此当度众生 佛即度尽众生 不起度生之相 如真麦所言 啊 回有为行 入无为心 是回入真因 被生使徒 像涅槃路 是趋向真果 二计各说 同臣 趋真之意 保尽所言 度生之法 息是吉相 离相 啊 度众生的方法呢 一定要了解佛的用意 佛一再交代 要吉相 要离相 忠道妙异 不若两边方为可耳 由其吉相故当度众生 以其离相故 吸出度 啊 吸出度相 啊 所以广化律师常常说 不要常常讲你要度众生啊 你很快就被众生度走了 哦 这说的也是 啊 所以啊 要修行啊 要有功夫啊 才讲到度众生 哎 所以啊 如果说你一个法师啊 功夫不够啊 那度众生度众生啊 这个才是明十岁啊 色身相慰处复啊 境界一现前啊 就会被众生度走了 啊 小心 以其毁无威信 则不着离相而落空 所以能够救护众生 以其相捏盘路 则不着吉相而自由 所以能够离众生之相 此则第一 吉相离相以明中道回相之一 接下来叫做不坏回相 坏其可坏远离诸离 明不坏回相 啊 第一个坏字呢 啊 这段经文先解释一下 啊 这一段 是智不坏卑 前面是卑不爱智 这一段是智不坏卑 啊 那么坏就是灭除 欸 灭除 那么其可坏就是度相 啊 啊 简单讲就是生死有为法 叫做可坏 啊 那么不生死的涅槃 是不可坏的 所以啊 这句话的意思是 灭除其生死有为之法 同时能够远离 诸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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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离就是能离心 所之相 要离开我能度众生这个心 啊 能离 而所离相 就是 众生被我所度 众生就是相咯 我能度之心 不能找 所度的众生相也不能找 所以诸离 诸离 诸离 能离跟所离 通通要离 啊 叫做远离 彻底的远离能所 明不坏回向 再解释一下 灭除 其生死有为之法 可度之相 那 然后远离能离的心 所离的相 通通离 这个诸离 就是能离 所离 通通离 明不坏回向 翻过来 一一七四 此明有为 无为 忠道妙义 坏 就是上面灭除 可坏 就是上面度相 其坏其可坏 所以 能够不遭以生死有为法 远离就是能离 诸离 也就是不见我为能离 也不见他众生所离 叫做诸离 能所 通通要离 叫做诸离 也不见中间度生之法 啊 是为之诸离 并持诸离 亦父远离 既远离诸离 所以就不自首于 涅槃无为法也 所谓 涅槃不安 生死不利 意思就是 如果你没有安利 不安 不建立 这个安就是建立 如果你没有建立一个涅槃 这种观念 也就不必再立一个生死了 所谓涅槃不安 生死不利 就是不安一个涅槃 就是没有建立一个涅槃 他这个名相 也就没有生死这个名相了 简单讲 因为生死 我们才讲涅槃 因为涅槃 我们才讲有生死 那么涅槃 跟生死其实都不可得 善或忠道 随着一切法空击 而不予以空起信念 且明不坏者 不坏度生事业 依旧广性不实 此则第二 既有为无为以明忠道 回向之意 等佛回向 等佛回向 本觉 湛染 截起佛节 明等一切佛回向 啊 这一段是在讲本觉和妙节 合起来 叫做本妙和觉 这一段是讲本妙和觉 是本觉 湛染 湛染就是广大清净的意思 我们的本觉 我们的妙节啊 是广大清净的 这个时候啊 啊 截起佛节 他这个结果跟佛 是一模一样的 明等一切佛回向 此明本节 妙节 忠道妙义 本节湛染者 本节新佛 啊 显现湛染 截海成庭 就像《华言经》里面说 广大清净 那么 截起佛节 者 截 是指自己的本节 啊 齐 齐就是平啊 平等于佛节 为以诸佛所证的妙节 其等 吾有二相 杰明 啊 最后给他下一个明相 等一切佛 是解明 指自身本节法身 以释放诸佛法身 如有高下 如前文所说的 为如来保洁真心呢 无二圆满 此之第三回向 就是本节妙节 以明中道回向之意 所以 接下来自处回向 就是自一切处回向 啊 那么 这段 讲的是 因果同地 因跟果 是相同的 因果同地啊 因地跟果地是相同的 叫做因果同地 精真 发明 地如佛地 明至一切处回向 那么精真 就是因地心啊 成佛的因地心啊 啊 你要成佛 要有条件啊 用什么心成佛 就是精真的因地心 来成佛 啊 发明就是继续 开发圆满 叫做发明 开发出来 那么地 就是他所建立的这个位置啊 如佛地 佛地就是果地绝了 简单讲 精真 发明 用这个因地心 那么地如佛地 因地心等同果地绝 叫做因果同地 那么四回向 第四回向 叫做智处回向 叫做智一切处回向 啊 简单讲就是因跟果 是同一个地 出发心 集成等正觉 就是这一地 啊 赐明 啊 因地果地 中道妙异 精真者 因地心 佛地者 果地解 发明就是开发了明啊 自己因地心中啊 所含的无边境界 正如诸佛 果地理善 所现无量刹徒也 解明之一切处则 就是晋佛界 晋界之意 华言 十位菩萨 广修共养 骗之佛处 啊 骗啊 就是十方啊 到佛的地方 而后 以至于是 一切世界 以作福士 指之地士 也就是因地果地 以明中道回向之意 接下来 接下来是无尽回向啊 就是无尽功德障回向 所以世界如来互相摄入 得无挂爱 明无尽功德障回向 这一段是讲 一正互荣 一报跟正报 互相融在一起 啊 所以 第五无尽回向 就是一正互荣 世界就是一报 如来就是正报 互相摄入 互相摄入 就是啊 自他融为一体 而不分啊 就是互相摄入 得无挂爱 完全啊 没有挂爱 明无尽功德障回向 此次明一报正报 中道妙异 世界即所知之处啊 一报也 如来就是所等之佛啊 正报也 前面二 虽皆其佛节 地如佛地啊 有有至他之分 今成世界如来 即至他 融一部分 互相摄入 得无挂爱 如以一报 摄入正报 则一毛孔中 有无量宝叉 庄严为妙 以正报 摄入一报 则一以围城内 有无量 如来转大法轮 如帝王千诛 帝王千诛啊 就像第四天王 第四天的王诛啊 千诛啊 这个王啊 每一个王啊 交叉之处啊 有一个诛 叫做地方千诛 交光相应啊 一诛去多诛啊 一诛之光 去入多诛 那么多诛之光 设为一诛 一朵相设啊 主办交参啊 故得无挂爱也 明无尽功得战 所以你看看哦 只要是华言经的就是 一诛 他就是十 为圆满 为圆满数啊 以如是等 皆无尽固 此之第五 即一报正报 以明中道 回向之一也 接下来是平等上根回向 叫做平等回向 啊 那么这一段呢 是性修双极啊 本性跟修行双极 就是极性极修 极修就是性 就是性修双极 极性极佛那个极啊 性修双极 这一段讲的是这个 一通伏地啊 地中各个 神清静音 一音发挥取涅槃道 明随顺平等 善根回向 一通伏地 那通伏地就是 理就是一咯 地中各个就是士多咯 站在里是一啊 地中各个就是士多 神清静音 清静音 如果加两个字更清楚了 神清静 成佛之音 成佛之音 以真音 真音 以真音怎么样 发挥就是辗转扩充啊 继续发明啊 以真音 依照这个真心啊 成佛的真音 辗转扩充 再继续发挥 再继续发挥 去究竟涅槃之道 明随顺 平等 随顺一理 其体不二 随顺平等 随顺一理 一个理 其体不二 哎 哎 那么等 随顺平等 随顺平等 善跟回向 简单讲 随顺平等 善跟回向 就是啊 性跟修 都是同时 其信 即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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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善跟 就是无上的道果 所以 随顺一理 但是其体不二 在座主委啊 这个死结啊 要 要 真正的 真正的 定义比较深一点的 那么 就是要见性 才要开始有死结 如果 如果没有这个见性 那么没有死结 就是 就是 结一点佛言善根 啊 因为佛的心是什么 你没见性 你不知道 所以今天 今天来讲说 我 今天来写佛 开始走向觉悟之道 哦 那还早啊 还早 还早 嘿 那师父这样讲的话 我们这样写佛 不是开始觉悟吗 是的 站在一般的凡夫来讲 你有这个起点 算是很有 善根 可是 对这个死结来讲 得要有 心 即心即佛 修就是性啊 性就是修啊 才有死结本结啊 佛的心情是什么 有明心吗 没有 大开眼睛吗 没有 有见性吗 没有 那死结在哪里啊 没有 讲得严格一点 就是这样子 啊 意味着一死结本结 同佛之理地啊 其理则一啊 因而 也清静的 皆成真因也 以此真因 辗转扩充 名誉发挥 从英克国 知其 旧精灵盘之道 皆明随顺平等 善根回向 随顺一理而成多事 是里 虽有一名 其体本来无二 故也平等 男生无上道果 啊 曲灵盘道 故名善根 此则第六 就是李氏一多啊 以名忠道 回向之义 1177 就是等官回向 啊 就是随顺等官 一切众生回向 简称等官回向 那么这一段啊 啊 最主要讲的呢 是至他同根 是他同根 根就是树木那个根啊 真根就是前面讲的 随顺平等善根 叫做真根啊 真心成佛之根啊 知道 真根就是真心能成佛之根啊 啊 如果你面误到真心 那你怎么成佛 啊 你用世心分别 福前六世 你还不能成 不是这个不还不是有成佛的因啊 这个是二圣能 成二圣能 阿罗汉的因啊 阿罗汉指福啊 前六世啊 所以啊 这个跟成佛啊 还是距离很遥远的 所以真根啊 真正 成佛的善根 随顺平等善根 叫做真根 继承 这是指前面啊 那么 第六回向 就真根继承 十方众生啊 皆我本性啊 信愿成就啊 不失众生 明随顺等官 一切众生回向 这正根继承 十方众生 皆我本性 信愿成就 不失众生 明随顺等官 一切众生回向 这个不失众生 就不可遗失 不失众生 不可遗失 然后众生就成就众生 利益众生 不可以遗失啊 成就利益众生的大愿 就是不可以忘记了 不可以忘记了 所以 尤其是号称为大圣 的这个国度啊 在这之后 我们就不能遗失 不可以忘记 成就众生 度众生 的功课 这个因为我们写的都是大圣法了 就不可遗失啊 成就或者利益众生 名随顺等官 随顺什么 等是什么 平等大悲心啊 随顺平等大悲心啊 随顺 服务的平等大悲心啊 等官 官什么 就观察众生啊 所以随顺等 是讲佛的心啊 官是讲 针对众生啊 所以上面 那个字是针对佛 佛性来讲的 随顺 平等大悲心啊 这个是等佛的心啊 那么官是指观察众生啊 一切众生回向 此次明自身 深深啊 中道妙异 真根既成 此前位了 随顺平等善根 此 由此重启大悲心 等官众生 故应 十方众生 即我本性啊 本性 就是本节之佛性 众生所具之佛性 以我本来同体 此极其同体大悲心 回他至 向至 性缘成就 不失众生啊 我性既以圆满成就啊 也当成就众生 七个仪失众生 而不对 这个就是回至向他 宣明随顺平等大悲心 观察众生回向 此次第七啊 就是自身 以及众生 以命中道回向至义 接下来是真如回向 真如回向这段讲的啊 即离双超 即一切佛 离一切佛 即一切相 离一切相 双超 双就即离同时超业 叫做即离双超 这段讲的是这个 你看啊 即一切法 离一切相 唯即离二无所着 明真如相 回向 这段啊 修学佛道久了 一看就知道了 即一切法 离一切相 那你面对一切法 同时要离一切相 一点都不沾了 一点都不着相 唯即 以离 说到这个即跟离 恶无所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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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两个即跟离 通通 不着 那 那么即跟离恶 这两个 无所着 那么这个讲的是什么 就是因为有般若的 有智慧的人 有智慧的人 就不会着相 是明真如相 回向 简单讲真如 就是即也如 离也如 所以在这之后你就知道了 离一切相 即明诸佛 这句也是方便说 另外一个角度 即一切相 即明诸佛 在佛里面没有即跟离 只有如 因如 因如 果如 因如 言如 果如 体如 相如 用如 事如 理如 没有一法不如 叫做如来 那么 其有即跟离 所以即一切法 离一切相 为即以离 而无所着 用大智慧 了悟 一心真如 全部都是真如 明真如相 回向 真如 就是信德之体 信德之体